好久不見 哈嘍 大家好 好久不見 有沒有很久 好像一兩週的樣子 哈嘍 感謝陳卓玄最帥的男粉 給我許下了心願 讓我又有機會見到大家啦 哈嘍 我們先從什麼開始呢 我們 在聊聊 我們的二宮 第二次公演的時候 嗨 染頭髮了 是 染頭髮了 因為想要在下一個階段 給你們看一點小小的變化 所以染了個頭 這樣好看 那就把這個 髮型拌永久了 瘦了 真的嗎 可能是美顏的關係 也可能是造型的關係 現在跟大家聊聊 剛剛過去的第二次公演吧 第二次公演的時候 雖然我是C位 但是沒有達到 撐腰王有沒有感覺很失落 其實 還好 因為我是 我當時在說 撐腰王不是我的時候 然後 當時那一瞬間是很失落的 然後回到了休息間 我就非常認真的 觀看了一遍自己的回放 認真的揣摩了一下 我哪裡唱的不好 剛剛有沒有走音 有沒有什麼小瑕疵 然後看完一遍 還不錯 然後就不失落了 就覺得還挺開心的 挺好的 說什麼為什麼突然說對不起 別對不起 對不起啥呀 怎麼就對不起了 嘿真是 脖子是我的胎記 不是過敏了 不要擔心 脖子 脖子是胎記 胎記 然後我就不是很喜歡 把它遮起來 因為覺得就是 生下來的時候就帶給我的 然後一般我 我都不太把它遮起來 然後 入營這麼久有哭過嗎 入營這麼久 基本上不哭吧 我其實是一個比較不喜歡 在盡頭前掉眼淚的人 哭最多也就是熱淚盈眶一下 然後就把它收回去 然後也不想讓你們擔心 所以都 應該是沒有在盡頭前怎麼哭過 有一次沒繃住 是那個 會員節目的時候 就是突然給我們送了一個驚喜 給我們送兒返的時候 哭了 那時候就是覺得 一直以來都沒有 沒有兒返這個東西 然後覺得兒返是 一個歌手的認證 然後就突然覺得 啊自己被認證了 然後就很開心 就激動的 沒受住 頭髮是什麼顏色呀 這個顏色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我先染了黑色嘛 然後它就 漂不掉了 然後漂出來 就 端七八糟就這個顏色 是一個很偶然的顏色 嗯 然後 之前在衍生節目裡 講到媽媽會時刻盯著你 在家裡裝攝像頭看著你 你算是從小家家 家教很嚴的那種嗎 其實攝像頭這個 不知道會不會 大家 就覺得 哇這個媽媽好恐怖啊 還拿個攝像頭監視著自己的女兒 因為我其實 嗯 我們家為什麼有這個攝像頭呢 其實最初的目的呢 是因為我們家有兩隻小貓咪 然後 這個小貓咪 就是我爸爸媽媽對他們的感情也很深 然後後來因為 擔心我一個人在北京很孤獨嘛 就把兩隻小貓咪帶走了 然後 但是爸爸媽媽有的時候會很想他們 所以就安了個攝像頭 可以隨時都可以看到他們 順便啦 也可以看看我 對有的時候爸爸媽媽也會怕打擾到我 但是又很想看到我 就可以剛好通過這個攝像頭 攝像頭反正放在客廳嘛 也就沒什麼 挺好的 然後 家教很嚴 確實我從小家教 是比較嚴格的 然後呢 我也從小的時候是比較聽話的小孩 我做過最叛逆的事情 就是 那個時候 還是上學的時候去染了頭髮 可能比較愛美吧 就是 那個時候做的比較叛逆的事情 就是染頭髮 嗯 今天 這次沒有C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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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沒有C位沒有關係啊 就是 我其實 入營前我們當時有填一個表 就是 上面要寫你來到創造營的三個願望 我其中一個願望就是 在這裡做一次C位 然後上次第二次公演的時候 其實做了C位了 所以也沒什麼 沒有遺憾 沒關係 然後我相信肯定是因為 旋風們太那個啥啦 你們每個人都跟我一樣 特別有主見 可能每個人想 想要我唱的歌都不一樣 所以可能就 沒有集中在一首歌上 沒有給一首歌 沒有把火力集中在一首歌上 對不對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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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ver Like a ribbon 我就會這一句 其他的詞我也不記得 不要說對不起 不要這樣子 哎呀 不要這樣子 我們 就是之後再繼續努力嘛 反正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對不對 沒關係 喔 晚上吃的是什麼 晚上吃的是什麼 來著 反正好像 我今天晚上還沒吃飯呢 吃了個蘋果 因為中間就是 錄製 然後又趕過來直播 然後中間剛好就 沒時間 吃了個蘋果 剛好你們都說我胖了 唉 我瘦瘦吧 唱歌啊 想聽我唱歌啊 今天 就是說 我想 讓我唱 算了 你們來點吧 你們想聽什麼 想聽什麼 歌 呀 你們不說 我就按照這個說了啊 唉 說 想讓我唱一首 年輪 嗯 開始啦 數著一圈圈年輪 封存 咪咪媽媽是我的自尊 數該一次次離分 我承認 曾幻想過永恆 可惜從沒人陪我演這劇本 好聽 謝謝 謝謝 其實我就喜歡看你們說好聽 然後就會很開心 嗯 唉 還想聽什麼 算了 繼續聊天吧 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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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機不都唱過了嗎 就看看視頻 是不是 唱多了你們就煩了 然後 繼續聊聊吧 兩次公演舞台都是甜甜的 以後會想嘗試別的風格舞台嗎 嗯 其實 我也知道你們很想看我嘗試別的風格的舞台 所以呢 嗯 我很希望在未來的舞台中我可以有機會跳一個炸一點的舞台 然後可以唱個Rap呀啥的 因為這是你們的心願嘛 是你們的期待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實現你們的期待 嗯 想看酷酷的舞 嗯 嗯 下 Rap Rap 反正 我盡力吧 嗯 嗯 繼續 聊 來到 創造營這麼久 覺得自己有變化和成長嗎 你們覺得我有變化和成長嗎 我覺得 反正 對我來說 首先是我的舞台經驗肯定是增加了很多 然後自己在舞台上唱歌也變得更穩了 然後也更會調節在舞台上的那種緊張感了 其實更多的來到創造營我覺得是 嗯 學會了很多與人相處之道 然後跟大家知道怎麼樣去快速的磨合 然後呢也學會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學會面對大家的質疑 然後也學會在這個質疑一生中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然後還是保持每天開開心心能夠繼續正常的練習 我覺得這個對於一個藝人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創造營也教會了我很多 心動也只是對你呢 哎呀這一句真的是太酥了 當時 當時我在想 這句我可說不出來 我搞不了搞不了 涼涼啊 嗯 涼涼天一烈眼一聲花色 落入凡城上請著我 不記得歌詞了 記性不行 我已經很久沒有接觸到外界的音樂了 朋友們 所以不要太為難我 我真的記不住 記不住這麼多歌詞 《施落沙舟》 我可以唱那麼多嗎 應該可以吧 《施落沙舟》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來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來 走入人海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 還有誰能來救我 《施落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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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 不记得了 今天不给吃的吗 那还不是你们许的心愿不是让我吃东西 我都看到别人各种吃东西 你们可以下次就许愿说想让我 想看我吃什么什么我就又可以吃好吃的啦 然后但你们就不能说我长胖对不对 那是你们要求我吃的 我想吃什么 我想吃 你们想看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对今天的许的愿就是想看我跳性感或酷炫的舞蹈 然后当时好像大家听说觉得在节目里没有看过 我跳那个I'm not yours 然后可能是因为时常的问题然后就说的比较短 然后所以 所以我就要不今天给大家把那个dance break跳一下吧 可以吗 好 现在开始来我们移动一下我们的镜头 在这里就可以半身就可以 因为我半身就可以 因为这是个站的 可以可以升高一点吗这个 我还好没有下半身就没有穿就没有穿个训练服啥就来了 有点高可以 support 诶 OK ok 来吧 I'm not yours 好了 继续了 跳完了 第一次在直播的时候跳舞 搞得我好紧张 再把它搞下来 辛苦姐姐 谢谢 表情 今天穿的比较可爱 那天给自己打扮的挺酷的 那个妆还是我自己画的呢 我现在化妆技术 对 刚刚说到在创造营的成长 还有一个大的成长 就是我的化妆技术有飞速提升 因为经常要自己化妆 然后就变得非常会 对呀 那天我是自己化的妆 然后只有头发是老师做的 然后妆是我自己画的 可以吧 哈哈哈 嗯 一般几点睡啊 我们就是不太定 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三四点钟才睡觉 然后第二天可能 一般也起的比较早 现在就是片段是睡眠 头型可以换换 对 今天所以就换了一换 下次头发也自己做 哈哈 你们要求太高了 我好好练练吧 然后这样子我们创造营的化妆师们 都可以多修修一会儿了 好 再聊最后一个问题 上次有说到 心态不会轻易崩掉 在线求一个好心态的保持绝招 嗯 嗯 保持的绝招 其实我觉得 嗯 就是要学会安慰自己吧 哈哈哈 有一个酸葡萄和甜柠檬的定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有点像吃不到葡萄 咸葡萄酸那个意思 就是如果一个东西 你怎么努力都没有得到它的话 就安慰一下自己说 这是最好的安排 得不到说不定 就会未来得到些什么了 得不到说明那个东西不好 哈哈哈 对 就是乐观一点 然后有的时候 要好好调节自己的心态 才能更快的感觉到幸福 最好的朋友是谁 哇 这个问题太得罪人了 我可不回答 最好的朋友 其实反正 嗯 嗯 我现在我觉得 我这么一个慢热的人 在这个营里 一开始真的很不会交朋友 然后 然后我还一直跟自己说 我来这里 我不是交朋友的 我要把我的舞台做好 然后 嗯 就是觉得 嗯 交到朋友就是幸运吧 交不到也没关系 然后 但是因为真的 大家又没手机 然后什么都没有 大家现在一起 住在一起 就是很容易产生友谊 所以跟很多人都变成了好朋友 然后 而且我们在营里 还开始学会了做饭 哈哈 因为在营里 我们就是 现在开始 觉得我们每天吃盒饭太单一了 然后就开始 自己创作各种吃的 就是比如说 把小蛮腰动起来呀 然后 或者把 水果动起来呀 或者切一点水果 放在小蛮腰里 动起来呀 就是 各种各样的方式 给自己的生活 增添一点 丰富的事情 嗯 开开心心的 每天都 嗯 然后像 像我的室友雪瑶 也老是 在房间里 给我煮绿豆汤啊 什么的喝 对 我们每天 所以过得还是挺好的 大家不用担心我 怪不得有肉肉了 哈哈 对 就是因为 营里的姐妹们 都把我照顾得太好了 然后每次 就他们一做吃的 就会 给所有人投食 然后 然后我呢 我就开开心心的接受 我就 就每次他们一投食 我就吃了 吃了 就吃了 就胖了 也没有很胖 就是胖了 可能一点点吧 嗯 我还是在努力的 保持好我的身材 然后 不让你们 觉得我胖了 然后现在 时间好像是 差不多了 嗯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延续一下 原来直播的时候的传统吧 然后走的时候 最后跟大家倒数十秒 然后 接下来 即将要直播的是 一帆 然后十秒钟倒数 我们就拜拜啦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八 六 八 谢谢观看